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显灯报社 地球作为一颗蔚蓝色的星球,海洋的面积占了其中71% 在海面上漂浮着大大小小许多的岛屿 有的甚至人类还没出现就已经存在了 但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岛屿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岛 在这里有客禁止进入 这个小岛就是旭尔特塞岛,位于冰岛南部海岸外 在1967年的时候这个小岛才刚刚形成 当时有艘船经过这里,然后就看到生气的浓烟 船夫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或者有船失货 于是就决定过去救援 最后他们才发现是因为水下有一座火山 并且这个火山正在喷发,持续了四年之久 最终形成了这个非常小的岛屿 据了解,这个由岩浆凝固而成的旭尔特塞岛 仅占有2.7公里 也算是人类亲眼见证到的一个小岛的行程 因此这座小岛仅可以几位科学家登陆 游客一律止步 渐渐的旭尔特塞岛上出现了一些险类植物 然后鸟类的迁徙带来的种子 使小岛也开始发现了其他植物 再后来竟长出了一株西红柿 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人类分辨中带来的种子 为了不破坏研究 这株西红柿被顺利成长的拔掉了 如此看来这座小岛的美景 我们是没机会欣赏了 还是收拾收拾跟小便一起去巴厘岛嘟嘟家吧 好吧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妖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需要请调 还不点关注你是在等什么呢